4月15日,《玩命关头4》在台湾首映,导演林一斌携男女主角保罗沃克和乔丹娜布鲁斯特出席了首映室 几位明星一踏出车门就得到了游民们的齐声尖叫 主观方特别准备了一辆库车让男主角保罗在线片中的风采 虽然不能够当场飙车,但游民们看到此情此景还是兴奋不已 乔丹娜被追问到是否会和男主角产生真正的感情时 她巧妙地以顾左右而言她的方法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但当主持人问到现实中她是否也喜欢飙车时 乔丹娜的谎言却为保罗当场戳穿 朋友们都被骗了,所以她们都没有保持 对,所以这就是为了Bendiso比你很厉害 所以我刚刚问她说,如果在戏里面因为她爱上了Bendiso的妹妹 也就是Jodana,所以问她说在现实生活中会不会她多好 应该不会,不然朋友会非常生气 I only have one car but yeah,I do speak every once in a while but I'm not as daring of problems,unfortunately Oh,you're so behaving He said he might take me to the track Oh,really?OK I see you're not as good He said he would take me to the track though And he said he would teach me to go with drinks Oh,really?OK 我刚问她说,在生活中会不会开快车 她说,她不会啦,偶尔地的店 她不会开快车,她是一台车什么什么的 然后Poward就说,她在撒谎 她在撒谎 她偶尔也是会发狂一下的 Thank you